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由于全球产能扩张,电力成本和日益复杂的尖端技术对其盈利能力构成压力,台积电计划向在台湾以外生产晶片的客户收取更高的费用。 这家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执行长魏哲佳在该公司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向投资者表示,如果客户要求在某个地理区域生产,客户需要分担增量成本。 其补充说,与客户关于提价的讨论已经开始。 在当今分散的全球化环境中,每个人的成本都会更高,包括台积电,他们的客户和他们的竞争对手。 台积电涨价之际,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寻求通过在台湾以外区域获得更多晶片供应,来缓解地缘风险,而全球90%以上的最先进半导体均产自台湾。 台积电表示,将把在美投资从400亿美元增加到650亿美元,以换取66亿美元的补贴。 凭借额外投资,该公司将在2028年开始生产最先进的2奈米晶片,并将建造第三座制造工厂。 台积电表示,该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西园区的第一座晶圆厂,计划于明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并于4月开始营运。 该公司还在日本设有工厂,并计划在德国建一座工厂。 然而,台湾以外的生产成本要高得多。 台积电通常根据其效率计算来分配产能,来完成客户订单。 发出价格警告之际,台积电预计今年盈利能力将下滑,原因是其台湾主要制造基地的电力成本飙升, 台湾4月3日地震的影响,以及300米制造效率的缓慢上升。 300米是量产中最先进的晶片技术。 台积电在法朔会指出,第二季电价调涨,对营运冲击比花莲强震还大。 核击地震和电价调涨,及通膨等因素,对台积电毛利率影响数约1.3个百分点。 台积电在会后澄清,近期外界诸多评论认为,政府在这次电价上涨不厚台积电,这是很大的误解。 台积电并未受到特别关爱,不仅去年台积电支付给台电的电费或4月调涨后的电价,都高于全国平均均价。 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暨财务长,暨发言人黄仁钊表示,台积电在这次电价调涨,属于涨幅最高的25%用户之一。 虽然电价占台积电制造成本比重仍不高,台积电会致力各项节能,保持公司竞争力。 不过,外赚政府这次电价调涨,给予台积电优惠电价,黄仁钊指出,这是错误的说法。 他说,台积电去年支付给台电的电费,以及4月调涨后的电费,都高于台电公布全台均价。 即使台积电因24小时不断电运转,有相当高比重,在离风时间生产,但支付给台电的电费,仍高于全台均价。 由于对先进晶片,尤其是人工智慧应用中使用的晶片的持续强劲需求,台积电在这次公布的第一季度收入和利润超出了预期。 以下是台积电第一季度业绩与伦敦证券交易所共识预测的比较。 在净营收方面,台积电入得了5926.4亿新台币,188.7亿美元,预期为5829.4亿新台。 来到净利润方面,台积电取得了新台币2254.9亿元,预期为新台币2135.9亿元。 台积电强调,若以美元计算,2024年第一季营收为188.7亿元,较2023年同期增加了12.9%,但较前一季减少了3.8%。 先前,针对2024年第一季的猜测,台积电预估营收金额为180亿美元至188亿美元之间。 以1美元兑换新台币31.1元的基础计算,营收金额落在新台币5846.8亿至5598亿元,较2023年第四季减少8%至4%。 毛利率52%至54%。营业利益率40%至42%。财报出炉,营收结果优于预期。 从平台贡献上看,HPC贡献了公司46%的营收,智慧型手机则紧随其后为38%。 之后按份额贡献则分别为IoT、汽车电子和DC。 智慧型手机相关的营收下跌了16%,HPC的贡献增加了3%,IoT的营收提高了5%,而DCE的营收大增33%。 另外,2024年第一季毛利率为53.1%,营业利益率为42%,税后纯益率则为38%。 3奈米制成出货,占台积公司2024年第一季晶圆销售金额的9%,5奈米制成出货,占全季晶圆销售金额的37%,7奈米制成出货,则占全季晶圆销售金额的19%。 总体而言,包含7奈米及更先进制成的营收,达到全季晶圆销售金额的65%,该公司预计第一季度收入在180亿美元至188亿美元之间。 台积电作为全球最大的先进处理器生产商,其客户包括辉达和苹果等公司。 他们预计,到2024年第二季度,他们的业务将受到对行业领先的3奈米和5奈米技术的强劲需求的支持,但智慧型手机季节性的持续增长将部分抵消这一需求。 执行长魏哲嘉表示,在他们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更广泛的客户群的支持下,台积电预计2024年将是健康增长的一年。 其表示,几乎所有人工智慧创新者都在与台积电合作,以满足人工智慧相关的对节能计算能力的永不满足的需求。 他补充说,该公司预计,四伏器人工智慧处理器的收入贡献,今年将增加一倍以上。 占公司今年营收比重11%至13%。 台积电预期,未来5年,四伏器DI处理器将以50%的年复合成长率CAGR成长,到了2028年将占整体营收比重超过20%。 为哲家看好,现阶段大多数AI加速器都采用台积电5奈米4奈米技术,且由于算力带来的节能问题,客户对3奈米2奈米采用的意愿相当高,期望晶片有更加的能源效率,有助客户产品表现。 台积电看好,AI相关需求激增,等同在一个智慧互联的世界中,节能运算的结构性需求正加速成长。 台积电是AI相关应用的关键驱动者,随着AI技术持续演进,以使用越区复杂的AI模型。 这些模型需要更强大的半导体硬体来支援。 台积电预期,AI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都需要使用到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技术。 因此,台积电技术领先价值正在增加,客户需要公司提供大规模的最先进制程和封装技术,以可靠和可预测的技术节奏提供支援。 台积电补充,此次提到的AI伺服器处理器狭义地指执行训练和推论功能的GPU、AI加速器和CPU,不包含网络、边缘或终端装置AI。 预期AI伺服器处理器在未来几年将成为HPC平台成长的最强驱动力,也是它们整体增量营收成长的最大贡献来源。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这次重点表示,此次与三个月前相比,部分产业复苏速度低于预期,因此调降整体半导体产业营收年增率以及晶圆代工产业预估。 台积电本身营收,则维持年增21%至26%。 魏哲嘉上次法说预估,不含记忆体半导体市场将成长超过10%,晶圆制造产业则预期成长约20%,但经过三个月后,年增率分别下修至10%,14%至19%,台积电自身美元营收,维持年初展望。 细分各产业,魏哲嘉说,AI相关需求持续强劲成长,公司与大型云端运算客户合作,紧抓AI伺服器商机,包括CPU、GPU与加速器等,手机需求稳健成长,PC复苏较慢,物联网和消费性电子仍在调整,车用库存也持续修正。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